我们知道佛众故事 它其实就是从佛诞生 到它涅槃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很多小的不同的画面 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基本上可以把佛的一生串起来 而这些画面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弧形的 说明这个画面原来都是围绕着佛塔的 安置在佛塔上的 我们比较说这个画面 这就是故事的第一个开始的场景 旁边的那个侧的声音 莫姿的这个女性是谁呢 佛陀的母亲叫摩耶夫人 然后在她的上角 右上角 有一个圆形的里面 其实一个很小的白象 不仔细看 很容易忽略 这里面讲的是摩耶夫人 有一天睡觉的时候 梦见有一只白象 从她的内部进到她肚子里面 她感到最最不安 所以第二天跟着她的丈夫 晋半王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其实就是当时的婆罗门 就是一个这个修行得道的高僧 然后就问她 就说这个到底是急还是凶 婆罗门给她说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说有一个伟人要诞生了 第二个呢 说你这个孩子 不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僧人 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 当然这个事情对于晋半王那时候 非常重要 因为他需要一个伟大的国王 所以从此佛陀的故事就由此展开 就是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伟大的国王 而他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要追求的是成为拯救整个友情 整个人间的或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出家者 这是两者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冲突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诞生的故事 这个当然雕刻 这是我们展品里面 从雕刻方面看艺术水平非常高的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棵树 树底下呢 这个战略的女性手里攀着树枝 那就是她的母亲磨研夫人 按照当地的传统呢 她怀孕以后回娘家审查 她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呢 突然感觉要生了 于是她攀着树枝 这个孩子呢 就从她的内下 右内下 生出来了 这个雕刻有一点点可惜 就是她诞生的那个孩子 出生的那一瞬间呢 那个形象毁坏了 但是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 底下的那个童子 站在地上 那个场景还保留下来 所以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战略的儿童的形象 她旁边的这个 带着官的这个人呢 非常谦卑的 双手捧的一块布 实际上是迎接降生的太子 然后呢 旁边还有一些 这个 这个女性的形象 她手里拿了个壶 是准备给 这个出生的太子呢 要洗澡 天上呢 有天神在奏乐 这个故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实际上 佛传故事里面 有几个高光时刻 诞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刻 所以我们看到 一块这么大的石板 上面雕刻的 这个场景 人物的神态形象 都非常的生动 这是建陀罗艺术 它的特点的一种 集中的体现 我们在这个诞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佛陀和他的 宫廷生活之间呢 就产生了矛盾 你比方说 他出生以后 他当然作为王子 他要去培养 国王呢 希望呢 能够把他培养成一个 将来能够治理国家的 一个优秀的 这个年轻人 于是呢 这里面出现了 学习的场景 他拿了一个板子 上面在写字 其他呢 有决力 等等 就是当时一些 贵族们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他都在学习 这几个场景 大致都是这个内容 接着下来呢 他的父亲 给他干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让他娶了一个公主 叫耶稣陀罗 这个是一个成婚的场景 这是王子 这是太子 这个是耶稣陀罗 这个呢 实际上他父亲的目的很简单 让他赶紧成家立业 拴住他的心 但是呢 太子呢 他不可能是这么一个人 他有个非常高的精神追求 但是他的思想 也是有个渐变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呢 正好呢 是体现了他思想演练的过程 在这里面呢 他是宫中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在歌舞 在演奏 他呢 跟夫人坐在这个 坐在这个踏上面 正在这个 过这种宫廷的生活 豪华的生活 但是呢 事情的发生 往往是非常小的事件 开始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呢 是太子呢 以他的这个左手呢 靠着脸 就在思考 这表现的是什么呢 春天的时候 他出了城 看到农民离地的时候 把里面的昆虫呢 虫子 把虫子给切断了 虫子当然很痛苦的在挣扎 他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呢 他就开始对人生 产生了一种思考 就是为什么人生这么脆弱 生命这么脆弱 那这种痛苦 为什么要经历 怎么来摆脱这种痛苦 这是他的思考的 第一个出发点 借着上面这个部分呢 虽然有残断 但是非常重要 就是太子以后呢 他出门巡游的时候 走过四个门 每到一个门呢 他就遇到了生 老 病 死 四种场景 我们这个画面比较可惜 只有中间这部分 表现了一个病者 骑得马上是太子 坐在地上的这个人呢 是生病 奄奄奄奄奄的这个病人形象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 就是像一个人的出生啊 一个人已经老了 快不行了 还有人死了要这个 亲人在嚎哭的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呢 都给他一个启发 就是人生实际上以苦为主 但是呢 如何摆脱人生的痛苦 这是他要追求的目标 也是他的理想 从这个开始呢 他就开始进入到 另外一个思想境界 他要决定要摆脱公平生活 要出家了 这个部分呢 就是佛尊的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叫岳伴于成 离开了他的宫殿里面 我们在这个雕刻里面 可以看到他的宫殖生活 然后呢 由于天神的作用呢 这些人都睡着了 沉沉睡去 于是呢 他就开始离开宫殿了 由于他的父亲 给他夹了很多的限制 宫殿的大门 城市的大门都锁了 他怎么能出去 不影响 不清醒大家呢 我们可以在马足底下 可以看到有人扛的马足 这是天神的 托的马足 佛尊离开了这个城市 他正是要出家了 我们在这个展规里面 同样可以看到佛尊的这个场景 这个马蹄底下 仍然有人在托举的这个场景 而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呢 他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他把这个 在森林里面 他拜访了很多 在这边苦修的人 去把自己的疑问 向他们征询 看他们能不能给自己 一个最好的答案 当然他没有找到答案 另外一个呢 他就在森林里面苦修 苦修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幅画 这是一个极大夸张的 他几乎每一根肋骨都能看见 几乎是前胸贴后背的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场景 他用这两种方式来逼自己能够领悟到一个真理 但是实际上他失败了 我们接着下来就是这个佛陀一辈子最后达到了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时刻 就是降魔成道 他找真理他没有找成 他按照传统的苦修办法 他也找不到真理 于是呢 他发誓说我要在菩提树底下 我要入令 然后我要自己寻找真理 如果找不到我就永远不再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在这个入令的状态中 他要接近真理的时候 魔王感觉到了 说如果佛找到真理 对我们是一个威胁 所以在这里面连续两个场景都表现了魔王对他的干扰 有明显的拔剑动用 这个时候呢 佛显示了他的神通 以手触摸大地 后来就形成了后来的降魔印 或者触地印 大力震动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魔君都倒在地上了 底下的这个场景呢 表现了魔王呢 又派了他的四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去诱惑佛陀 佛陀呢 用神力把他变成了四个老太婆 这都表现了佛最后成道 顺利成道的一个场景 我们转到这边来 其实这个故事呢 它比较简单 就是佛成道以后 就跟别人有人提出来 佛成道以后 为什么要传法呢 实际上他当时也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他一直在深度的禅定状态下 不起来 不起来时间长了 他就会进入涅槃 这个当时的天神也很着急啊 于是呢 这个森林的这个守护者 就把路过森林的这个商队啊 给拦住了 就跟他说 佛陀身体很虚弱 你们要去供养佛 于是商人呢 拿的蜂蜜 拿的蜂蜜 调了这个粮食呢 给佛陀吃 这个时候呢 四大天王都拿出自己的四个碗来 当然佛陀用不了那么多碗 他就把碗扣在一起 变成一个碗 这里面就形成两个故事 一个叫四天王奉波 一个叫二商品奉食 就是这个三者里面讲过的故事 这个呢 当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品 这里面呢 是佛陀在地狮窟里面 深度禅秀的一个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面呢 佛陀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非常深的禅地 地狮天呢 又想听法怎么办呢 他就派着乐队去在他的石窟前面给他演奏 把佛唤醒 佛再给他讲法 这个呢 是因为整个的这个品相保存的非常好 所以这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展品 而这件呢 虽然受残损了 但是呢 这件相得非常重要 这是表现佛第一次讲法 因为佛不愿意讲法 然后呢 天王就串他 让他来帮助众生 于是呢 他就从禅定出来 他要去给讲法了 当时跟着他的五个弟子 正在陆远宴修行 他就到了陆远宴 给他讲了第一次法 这个法呢 叫初撰法轮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法轮 看到有一对鹿 这就暗示初撰法轮的历史场景 这里面呢 有很多关于佛的 在一辈子 在传法过程中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比方说 这个是提婆达多他的弟弟 用风向想磨坏他 就是说佛走过来 他的弟弟呢 把象灌坠了 向上他冲过来的时候 佛用手抚摸这个大象 大象马上变得温顺了 讲了这么一个 非常这个 在历史上 也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